第五世代的黑板 而先前我所拿到的是花椰猴 那么这个叶之石就交给你咯 我们这里得到 紧接着我们就从背包里面拿出来 我想就直接进化好了 要不然他现在的攻击力感觉有点不太够 来吧进化吧 哦花椰猴的样子有点奇怪 进化完了之后 他这边的翻译是叫狂叶猴 好不好也是挺可爱的 那么这之后我再慢慢练就好 我们本期要挑战的第三道管 用我的昭阳珠应该会比较好对付 哦对了说之外 我私底下还练了一只雷电斑马 毕竟他这一只的设计造型 我还蛮喜欢的 好再来要说其他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应该就是这栋建筑物吧 当你们走进去的话呢 里面会有一个老头子 看起来你好像很强嘛 不过如果你想要到上面去的话 一定要小心 然后他就直接先上楼 我们先到47层 这里一进来有好多好多的人啊 来来来来来 先跟你这个OL来搞一下 欢迎来到战斗协会哦 既然你都来了 就让我们一绝高下 没问题啊 冲着你这个设计造型 是果断必须得来一发的 看我的图籍 easy啦 现在我的招扬都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好貌似在这一层只会拿到一些小道具哦 我们再到上一层去 点选55 有了我看到刚刚那个老头子了 他说哎呀 你是刚刚那个入口遇到的训练师嘛 你能够来到这里就表示你是相当有实力的人 那么接下来就和这栋大楼里最强的我 没错身为会长来当你的对手吧 然后我们就跟这个老头子来一发 哎这个他不是清洁工吗 你是在微服出巡是不是 来接招吧 看我的高温践踏 看老娘不一脚直接踩死你 来打完他之后呢 他说想看看自己的训练师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就假扮成清洁工大叔哦 哈哈真是愉快啊 我的老天鹅啊 你也太闲了吧 好总之这是一点薄力 你就收下 拿到了学习装置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道具哦 大家要记得过来拿 好再来我们离开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拿个东西 这条道路看起来比较小 左边会有一个人叫住了我们 会给我们技能机器闪光 那么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东西可以拿 但是我想这部分大家自行探索即可 毕竟这个城镇真的是蛮大的 尤其是你们看这边 天哪 这到处都人来人往的 诶诶诶啊这个人是怎样 这个人直接跟我撞上了 你倒是让开啊 好好好算了我让你过去 我来尝试看看能不能多堵住几个人好了 诶我我挡你 我再挡你 诶漂亮成功挡住了一个 嘿嘿不让你过去 虽然说人来人往的 看起来有好多的上班族 OL什么的 不过稍微放慢速度看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他们长得都一模一样嘛 诶诶不让你过去 这个人流还真是有够多 那么除了这一条之外 我记得右边这一条也是 数量看起来有点密集啊 啊总之我想我们还是赶快去挑战道馆吧 那么在飞云市这里的道馆 好像是在最左边的这个道路里面 有没有看到这栋巨大的建筑物 这里一进来 诶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里面叫住了我们 我刚才挑战了这里的道馆首领阿提 为了得到道馆徽章稍微花了一点功夫 不过只要我出手的话 从系也不成问题 好了就这样子战胜伊修地区所有的道馆馆主 然后去挑战精灵联盟成为冠军 这样的话不管是谁都会承认我是强大的训练师哦 而那样我才能切实的感觉到我还活着 而此时里面的馆主则走了出来 阿提表示 哇你不是之前在森林跟等离子团战斗的那一位 难道你也想挑战道馆 可是实在是抱歉能够稍等一会儿吗 我接到了消息等离子团好像出动了 我想念一起来吧 目的地是叫做黎明码头的地方 黎明码头是在哪里啊 只能一个一个去看呢 这里的码头我记得有五座 人不在这里 换一个换一个 这边这个的话呢 下来也没有 那我们再去下一座中间的这个码头 有了漂亮 阿提说就是这边赶快过来 等离子团抢走了这孩子的精灵 他说豆子怎么办 我的梦娜被等离子团给抓走了 而右边的训练师者表示 我听到了姐姐的惨叫 所以拼了命的追了上去 但是这个城镇很大 人又很多 所以我就跟丢了 哎呀爱丽丝逆经精灵所能了 可恶我绝不原谅 居然敢抢走人家的精灵 精灵和人们在一起才是最棒的啊 能够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 相互支撑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我们会把你的精灵夺回来的 哎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个等离子团的直接出现 什么 为什么道馆首领会在这里 本来进行的那么顺利 还想要再抢一只的 不行不行 我得赶快跑 哦就是他 豆子我们开战吧 爱丽丝你就待在那个孩子身边 好 我来当贝尔姐姐的保镖 那么大姐姐 你赶快去追那些坏人 啊他们又跑去哪里了 Oh my god 跑到哪里去了啊 是跑到 跑到上面去了是不是 先回道馆那里去看一下好了 哦有了 看到阿提 他说在那边哦 往道馆的方向 阿苏嘎 回来之后 有了 没错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的门口有很多等离子团的小兵 在这边挡着 伙伴们跟七贤者都不在里面的哦 如果你觉得我说谎的话 就和我一决胜负 你已经是不打自招了嘛 来来来 我们先跟这几个家伙对战 而打完之后呢 他们表示要向七贤者报告 然后我们就直接离开 就在此时 贝尔跟爱丽丝也赶得过来 哇天哪 这路也太难走了吧 我明明是照着地图 居然差点迷路 总之呢 等离子团就在里面 说不定被夺走的精灵也在这里 我要进去看一下 好这次我也要战斗 贝尔姐姐也一起来吧 等等等一下 豆子你也一起来哦 哼 我们这里是准备深入虎穴的 是不是 哦前方又看到他们的老大 回奇思吗 他表示原来是道馆馆主阿提啊 你们等离子团 就是那些想要别人身上东西 就抢过来的人吗 而其他的七贤者 左边的那一位叫做斯木拉 他表示说 虽然我觉得在道馆附近 准备一处秘密基地很有意思 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 哼的确是这样子 算了我们已经有十分出色的秘密基地了 你们诸位知道伊修建国的传说吗 爱丽丝表示 当然知道 就是有关于黑色的神龙精灵嘛 哼哼 没错 到底怎么样才能将万民纷争 这样子的世界给统一起来呢 他现身于追求理想的英雄身边 受与其知识 对与之为敌之人露出獠牙 黑色的神龙精灵啊 这边讲的是杰克罗姆嘛 因为是黑色的 总之还有什么 英雄和精灵的身姿力量 将大家的心化为一体 从而创造出了伊修 再一次 如果能够让英雄还有精灵 在伊修地区觉醒 从而掌握人心的话 我想最能够轻而易举的将我的 不 整个等理子团的愿望 愿望的实现已经不远了 哈哈哈哈 阿提表示 在这座飞行室中有无数的人 每个人之间思考的方式 还有生活的方式都不尽相同 说实话 有时候甚至也不晓得 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精灵的 就算是第一次遇见的人们 也能够通过精灵交流 进行对决 或者是进行交换 我很感谢他给了我 重新损失精灵的相处方式 然后我发誓 发誓要更加更加的认真面对精灵 你们所做的事情 正是这样加深了精灵和人之间的联系 哈哈哈哈 好像没有把柄可抓了 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聪明的家伙 我很喜欢头脑聪明的人 好吧 现在我就先听你的撤退了 而那边那个女孩 我就把精灵还给你 然后他们的手下 直接把梦娜交还回来 哎呀谢谢你啊 小梦欢迎回来 爱丽丝也很高兴 啊大姐姐太好了 但是不用跟他们道谢 这些家伙是把人家最珍贵的精灵 给抓去的坏人哦 哎但是我的梦娜呢没事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而葵其实看到之后也表示 这就是美丽的精灵和人之间的友情啊 但是我为了让精灵从愚蠢的人类那里获得自由 我必须要在线依修的传说 要掌控人们的心灵 嘿嘿 那么祝你们几个好运啊 然后就直接撤退 可恶为什么放他们走呢 这个嘛 要是被抓走的精灵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要怎么办呢 没问题的 爱丽丝谢谢你 大家也没有受伤 再说能够找到小梦我已经很满足了 是吗那样子的话就好了 那么大家之后要怎么办 我想要在飞鱼室再到处转转 我会继续当贝尔姐姐的保镖 爱丽丝 嗯很好 爱丽丝虽然是出众的训练师 但好像不太适应这座城市 人和精灵是要互相帮助的 互相帮助 那么大姐姐 谢谢你帮忙找到精灵咯 这个给你 拿到的抗冰果 就因为你是御龙石吗 好那么再见 佳南 他跟贝尔跑去逛街了 这里的事件结束 阿提也表示 豆子我在道馆那边等你 终于是可以来准备拿第三枚道馆徽章 他说你好 你觉得飞鱼室怎么样呢 人很多 光是找到这座道馆就累得很呛了吧 那么我先把这个给你 拿到了一瓶美味水 紧接着他开始说明 这座道馆是以穿越墙壁为主题 乍看这下没有办法通过密室的墙壁 但只要用点力就可以穿过了 感觉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踩一下地板上的开关 然后这里稍微保存一下 紧接着这个地方是 就是粘着这个墙壁 硬生生的穿越过去就对了 他就是设计了一个黄色的薄膜 然后让你非常用力的去顶 然后一个不小心就直接冲刺刺破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扑通一下的 这样弹过来 我觉得很有喜感 忍不住想多玩几次 好好好不玩了 走走走 那么很明显这座道馆它是虫系的 以我的初始域三家火系的来说 基本上这一次应该是可以轻松秒过 就算我的朝阳珠针发生什么意外 不小心倒了 我还可以使用我的新伙伴雷电斑马 它又有学会一个火系的招式 好那么这里我看看 应该是从这边过来 然后再穿越这个踩上这个 这样是不是所有的路都打开了 好了最后一个开关踩上去 然后通往楼上的门就打开 从这里绕出来 走中间 冲刺 go 这个看台怎么设计的这么有艺术感 看看这些地板上的纹理好抽象 我的虫系精灵阵草的想要跟你对决 那么虽然说有点仓促 但是一决胜负吧 嘿嘿 决斗开始 哇靠你跪在地板上做什么 见到的女王大人是不是 来吧高温践踏 直接一脚把你给踩爆 紧接着第二只的话 炎狙蟹 这个踩得死吗 居然踩得死 第三只的话 这个翻译叫护子虫 来果断这边踩一下 就这么简单就赢了 多说起来也对了 从以前玩到现在 虫系的道馆 基本上真的都是蛮好对付的 那么打倒之后 他说我输了 你果然是相当的强劲 这个道馆徽章 因为你赢了我就送给你咯 闪耀第三名 从阿提那里拿到了 甲虫徽章 然后技能G776 虫之抵抗 对对方造成伤害的同时 降低他的特攻 OK thank you 那么我们这里结束之后 赶紧离开 虽然说这个道馆设计挺好玩的 还正当我们这里走出来之后 我们身上的电话响得起来 而原来是我们刚刚的好朋友 贝尔打来的 爱表示你在哪里啊 我有些事情想要拜托你 我们来对战吧 我在爱丽丝那边 稍微锻炼了一下 我想现在应该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精灵了 那么就在连接四号道路的门那里见面 OK see you 那么很明显这个贝尔又忍不住的想要来找我来一发了 爱紧接着我们就直接向上前往四号道路 从四号道路接上去的话 应该就可以到雷文市了 那么当走到指定的位置时 贝尔跑了过来 黑以豆子 怎么样还记得我们刚刚的约定吧 快点用精灵来一决胜负 现在的我和一开始已经大不相同 完全没问题 我们的对战就此展开 好这里就果断的来吧 我倒想看看你进步了什么样的程度 来首先对方的第一只哈蒂犬 看我的突击 简单一样直接锤死 对了刚刚进化之后还没有给大家看一下 上宝的狂野猴 对面派出来的是梦娜 看我的啃咬 邪恶系的绝招 刻爆你这超能力系的 第三只的话黄指蛇 他的那只进化了 来吧 硝烟冲锋 直接撞一下 他妈的我这招居然撞不死 再来一集 天哪 对面开始不停的嗑药了 你不要逼我啊 好终于是撞死了 再来他的下一只冷水猴 水系的 看我的电火花 两兵千日用在一时 有没有 俗性克制 瞬间解决 顽虐他一顿 那么我们貌似把他的自信心打到体无完肤 他悠悠的表示说 虽然我没有办法像豆子 还有球人 又或者是爱丽丝那样子 成为一名强大的训练师 但自从离开花木镇开始旅行之后 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 我也一直在思考着我能做的事情 在这层意义上 精灵给予了我无数次第一次的经验 总之我的精灵被夺走 很不安又很无奈 但其实是这样子我还是得说 能够开始旅行真是太好了 而且我明白了 和精灵在一起真的是十分可贵 希望我们之后能够在某处再次相会咯 再见了豆子 哇靠 不要搞的好像在讲言一样嘛 好好好 看来我们刚刚对于这个获胜 他打击貌似是有点太大了 但是决斗就是这么一回事嘛 总是要分出胜负的 前方我们看见了球轮 哎呀豆子 我一直在等你拿到假虫徽章呢 赶快来比比看谁才是更强的训练师吧 哇靠我们的球轮 那么好家在私底下 我已经把我的昭阳珠等级训练的比较高 我也算是做足的准备 应该是不会那么轻易的就输掉了 嘿你的这个水系得进化了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轻松一下解决 成功将其打倒 他说原来如此啊 你更强的理由 也许是因为精灵之间的信赖吧 哎这个时候我们的电话怎么又响起来了 谁 那如果都是我们的博士 怎么样啊过得还好吗 贝尔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联络呢 他该不会又迷上了什么吧 我看我一会儿再单独联络他 总之你们两个先给我到雷文市 到那里前面的大门处 我会在那里等你们 雷文市的话 沿着四号道路一直直直走就可以了 好跟路上这些人都打完之后 我们穿越沙漠地带 继续向上走 我们先到上方去找一下博士好了 有了 子三博士说 哎呀豆子 快点来到这边吧 我被卡蜜茲雷叫去 问了很多有关于电系精灵的事情 而我想起了你们 总而言之 找你过来就是为了这个哦 这可是忍痛割爱要给你们的 拿到了高级球 给完之后呢 博士表示如果遇到的想要一起生活的精灵 就不要吝啬 使用高级的球吧 因为与之相会既是第一次 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呢 另外拜托你们完成精灵图鉴的我 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要好好享受旅行哦 你们知道了吧 那么我要去找贝尔咯 他就先行一步离开 球轮则说 为了让我们开始旅行 他把精灵还有图鉴给了我们 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妈妈告诉过我 他说想要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个世界 所以球轮的妈妈 贝尔的妈妈 跟我们女主角的妈妈 他们三个人一起去拜托了紫山博士 哦 所以我们才拿得到初始域参加的 真是令人感动啊 对不对 总是在孩子看不到的时候 而默默的为孩子们付出 呵呵 好了 既然我们已经拿到我们的伙伴了 我们就尽全力的去冒险吧 而刚刚球轮也表示说 要继续到四号道路那边去抓一些怪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想应该还是接着往前到雷文师那里 准备去拿取第四枚的徽章 那么有关于雷文师 我们下一期再来看看咯 毕竟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的 嘿嘿嘿嘿 那我们今天的期就先到这边 感谢各位See you 拜拜